106年全国柔道锦标赛 5月17号在新北市板桥体育馆登场 为期四天比赛 一共吸引3000多位选手同场较劲 第一天进行赛事为国中男子团体组 由去年夺得第一名的台东体中 对战台北市关渡国中 第三位上场的体中选手 泽哥奥企图将对手林郑浩撂倒 压制对方率先得分 接下来第四位由戴家乐对战官渡国中杨景成 戴家乐一上场气势惊人 先顺着对方攻击方向 一分钟内以钓秀赢得胜利 台东体中再次展现夺排气图星 凭着五位选手实力顺利夺得胜利 去年也有比那个东正杯 也是有赢 然后就是也是希望这次全国赛可以再拿冠军回去 因为最后一次了 然后想要再努力一次 因为失去的钱要拿回来 另一个场地同时进行国小男子组团体赛 所有选手发挥实力 希望争取荣誉而全国柔道景标赛进行到20号 欢迎民众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 接着的是乌溜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